一些坊間的美白藥劑 很多廠商為了要讓它的藥劑看起來有效 其實對牙齒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危險性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張智陽醫師 市面上的美白牙齒產品有千百種 大家應該也都看得目不轉睛眼花瀏覽了 那到底哪一種美白產品才適合你呢 今天藉由我來這邊為大家解開這個迷思 通常想在市面上或在網路上去隨意購買美白牙齒產品的話 你們會遇到一個風險是說 藥劑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這個藥劑太濃 或它的成分是對牙齒有傷害性的話 通常你都會不自覺讓你牙齒陷入在危險當中 使用久了以後呢 你的牙齒通常都會慢慢的會造成不可憐的傷害 當你用市面上販賣的美白藥劑時 如果出現了牙齒這樣痛 然後痛到你睡不著覺的症狀 就表示說已經開始出問題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 通常都是有時候藥劑太濃 或藥劑裡面的成分有傷害牙齒的部分 它會對牙齒造成不可憐的傷害 發生這個時候呢 就必須要去牙科醫師檢查一下 求助牙科醫師看有沒有什麼可以治療的方式 萬一這個痠痛應該講痛 持續兩個禮拜以上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當發生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記得要去看牙科醫師 第一是你牙齒美白產品的使用方式 牙齒美白的藥劑可能放在不該放的地方 或者是說牙齒美白藥劑放的太多 或者說生到牙齦上造成了許多不應該發生的一些傷害 那第二就是牙齒美白的產品本身的品質 稱之不齊 每一家廠牌所用的藥劑成分是細節上都會有不同的 購買時你可能就要注意是說這個藥劑到底是不是合乎那個衛生署規定 或它是不是一個安全性的藥劑 那再來第三就是 每個人體質也不一樣 有些人牙齒適合去做美白 有些牙齒也不適合去做美白 那如果牙齒不適合做美白的人 少去做美白的話 那一樣也會產生副作用 我先來解釋一下牙齒美白的一個作用原理 牙齒美白藥劑呢 它是透過一些藥劑的分子 進入我們牙齒本身的一些毛細孔 然後進入我們的牙齒裡面的 向牙齒的小管 然後去把裡面的射手法帶出來 藥劑進出牙齒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產生牙齒的敏感 一般市售的美白產品呢 很多都是用所謂的過氧化氫的成分 來做牙齒美白 但是過氧化氫的成分呢 是已經是比較過時的產品 毒性比較強 對牙齒傷害比較大 現在的產品呢 都是用所謂的 Cabrumyproxide的這個成分來使用 它是比較溫和 毒性比較沒有那麼強 以我們牙科的研究報告是說 你如果要美白效果越好 你的牙齒就會越酸 這個是一個 必須要去付出的一個代價 你們可能看到 一個美白藥劑的產品裡面 他說所謂的過氧化氫的含量是 有6%的 有8%的 甚至10% 那10%會不會比6%效果更好 其實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美白不是只有靠 它的主要的成分而已 並不要去看說 那這個成分是比較高的 那個藥劑一定是比較好 那個是完全錯誤的概念 如果你的牙齒本身有蛀牙 沒有補的話 一定要去買美白牙貼 因為美白牙貼的那個藥劑 它會隨著你的蛀牙的洞 會滲入到你牙齒裡面去 會刺激到你的神經 造成你之後 神經會壞死 那可能會需要去抽神經 如果是有四環霉素染色的人的話 其實美白牙貼對你來講 沒有任何作用 我們牙齒藍色成員呢 通常有分 外陰性的 還有內陰性的 四環霉素的藍色 它屬於內陰性的藍色 牙齒的顏色是卡在 那個髮環質的內側 就卡在象牙齒裡面 就在牙齒的中間 這種色素呢 通常來講 靠任何美白產品 都沒有什麼作用 即使是我們牙醫式的美白產品 也沒有任何作用 所以通常我們遇到 那種四環霉素的病人 我們都跟他講說 生命前不用去做這樣一個美白 那外陰性的呢 就是像這樣子 它是在牙齒的外部 等於是在我們的那個髮環質的外層 它是一般像我們喝茶 喝咖啡 抽煙 甚至吃便當 卡在髮環質的外層的話 它是可以靠一些 物理性的或一些簡易的美白 就可以把它去除掉 一些房間的美白藥劑 很多廠商呢 為了要讓它的藥劑看起來有效 所以會故意提高 它本身藥劑的濃度 提高那個濃度呢 其實對牙齒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危險性 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的嘴巴都有所謂的 口水不停的流動 放在牙齒上面 其實點多10分鐘15分鐘 它就散掉了 如果你的濃度不夠高 你在這10分鐘15分鐘之內 要去產生這樣的效果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大家要千萬要注意 不要去買到這種 非常高濃度的產品 這樣是會對你的牙齒 會有很大的傷害 可以先去牙醫診 首先給牙醫師做評估 通常牙醫師呢 都會給你比較專業意見 讓你會去知道說 你的牙齒適合哪一種美白療程 市售美白療程也好 牙醫師的專業美白療程也好 那讓你來決定說 到底哪個比較適合你的狀況 一般市售的美白產品 跟牙醫師專業的美白療程 還是會有不同的 主要的不同就在於是說 牙醫師的專業美白療程 其實效果還是比較好 而且比較持久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牙醫師 整所用的專業美白的 藥劑成分是不一樣的 它還有一些不同的步驟 我們會用客製化的美白牙托 那這美白牙托是 針對每一個人的牙齒形狀去製作 所以這美白牙托呢 它是牢牢的會貼在牙齒上面 所以讓你的美白藥劑呢 是牢牢的會在牙齒上面產生作用 這樣的療程呢 是可以讓我們牙齒美白呢 安全、有效、又可以持久 過程中呢 我們牙醫師就可以全程的追蹤 可以適當的調整劑量 來達到一個完美的效果 市售的美白牙貼呢 有幾個優點 第一 它方便取得 你去任何一家藥妝店呢 都可以買得到 那再來就是它價錢又便宜 第三就是說 它又方便使用 你想使用的時候 它隨時把它打開 拿出來貼在牙齒上就可以使用了 那不需要去牙醫生所做一些 那個美白療程 需要做的一些步驟 但是呢 這些市面上的美白牙齒產品呢 也有它的缺點 第一 它不是客製化的美白牙托 所以它的藥劑 沒有辦法使用在牙齒上面 不管今天你是用塗的 還是你是用所謂的美白牙貼 你通常都會使的藥劑 在嘴巴裡面擴散 那這些藥劑呢 可能就會擴散在牙齦上面 那使得牙齦受傷 還有就是 你沒有牙醫師評估 所以你不知道 哪一個市售產品是適合你的 所以你很容易去買到一些 會傷害到你自己牙齒的一些美白產品 大家好 我是張志良醫師 今天我來為大家講解 牙齒美白產品的秘密 愛 不是你的秘密 是你給的甜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